北京时间9月1号晚上,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推特上发布一张自己穿着西装,拿着手机在上海街头排队做核酸的照片。 驻华大使的举动引发海内外网民的热议。 有网民留言,请问有看过中国哪个县市村级的领导排队做核酸吗?在中南海的就不问了。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发照片后,超过14000微博网友点赞,有网民问道,上海市长不知道排队做过核酸没有?不知道我们的官员需不需要排队?我们的领导都在哪里做核酸? 伯恩斯自从去年年底出任美国驻华大使,由于美中关系在近年持续恶化,伯恩斯上任后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发布的帖子多次被中共删除, 包括关注香港、北大西洋公约议题,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对中方的演讲等,中共的无理做法遭到美方和各界的强烈谴责和抨击。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综合报道。 我一直都没有了,模 materia主席也育 nine都是ий mandates期谈合到美国解 means的福慧。 produced by 语了 Nor澳励美国胜月时的八条的闪状领处理故家, 紫岛戈牧场在重産中轨。